压迫旁边的其他器官 或者说预线功能非常的低了 然后出现症状 那时候已经晚了 对于肺癌来说 也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肺癌它慢慢的长 然后一旦发现症状的时候 常常的和普通的症状比较像 一下咳嗽了 但是真正的一到咳嗽或者卡血了 常常的时候 那个肿瘤已经扩散到局部外面去了 或者甚至转移了 你说另外一个问题 说早期证断的方法 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 因为没有特殊的效果 可以知道 每个人在刚开始肿瘤细胞发生的时候 就能够知道 你在很局限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 可以手术根治的时候 就能够知道 他已经发生肺癌了 我们不知道 那为什么 比如说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 现在有一些标准的 一些癌症的一些检查的方法 你比如说像前列腺癌 乳腺癌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 包括直肠癌 都有一些标准的 这样的一些检查的方法 很多这个 在美国很多医疗保险公司 或者是这个医疗机构呢 是有一定的规范的 比如说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性别 到了一定某一个年龄的时候 要做什么样什么样的检查 那为什么肺癌不能这样做呢 好 这个问题很好 在 因为我们在 从一个 群体的科学的依据 来证实这些问题的时候 来 在乳腺癌当中 那么通过早期X1检查 通过每年 就是说到 妇女到一定的年龄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癌症 大部分的事发生是在 年龄比较后期的时候 50岁以后 60岁以后 甚至到40岁以前 那癌症的发病也要一个过程 那么在40岁的时候 比如说肺癌 比如说乳腺癌 在40岁的时候 你就提倡每年去检查 体检 或者做X关检查 那么早期发现 有小小的癌症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 把它手术切掉 或者用其他的治疗办法 这个是 那么在对肠道癌来说 肠道癌 它的那个发生过程 也是比较缓慢的 它首先是一个 良性的一个瘤子长大 吸肉一样 吸肉 良性的吸肉 那吸肉长大 一般来说要到5年 5到10年呢 才能够长到成为 癌变的肿瘤 那么在这之前 我们用肠道镜 肠道镜可以检查 看到了后 你把它切除掉了 就非常的有效 所以在美国的话 也就建议 50岁以上 你要做肠道镜 所以有道理 为什么你不需要每年做 只要10年做一次 都可以了 当然高危险率的人群的话 是另外一码事 有可能 有的根据个体的情况不一样 你需要三年或者五年做一次 那么另外来说 我们主张的在 做早期 早期证断的一个是 肱颈癌 那座肱颈癌呢 做Pepas meal 是肱颈 刮功的一个检查 那从它的一个 组织活检 细胞活检 或者说基因检查 你都可以知道早期的那些情况 所以容易发现 而且这个手术也比较简单 对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你在早期证断那种方法的容易做 没有多少的创伤 但是问题在 肺癌就麻烦了 肺癌的时候 它同样的也需要10到15年 才能够长大 比如说 那么就是一般来说 所以后面我们再谈到这个问题 就是吸烟的问题 吸烟的话 你要10到15年 逐渐长大 在这个时候你不知道 但是你如果说早期证断的办法 你怎么做 用痰检查 非常的不敏感 你看不到 那么另外一办法 你可以做X光检查 X光检查呢 做胸片检查 一个是不敏感 那现在敏感的东西呢 X光在胸片检查出来 看到的结局的话 已经是大了 已经就是到了晚期 已经到了晚期了 那么敏感的办法 我们也有什么办法呢 你做CT 胸片叫胸片 CT吧 CT 甚至呢 现在有高分辨率的CT 就是说切片很低 很低 你可以看到很多 但是有个麻烦问题 肺 我们肺是一个清理污染剂的一个重要功能 所以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小节节 良性的 因为感染引起的 血管的不一样的流质 这些东西呢 在那个胸片上面看到了以后 无法分辨 分辨不出来 分辨不出来 那怎么分辨呢 你说看到了 单一怀疑了 怎么办 唯一的办法 你要做活检 就是介入性的这样的 对 要介入性的 要做活检 你要做活检的话 在肺里面 穿针进去 不容易 脏伤你要用手术才能进去 手术进去的时候 那时候也不容易 就是创伤很大 创伤很大 所以 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第一篇报道 就谈到这种 一种新的一种 诊断肺癌的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现在 据你了解 在美国是不是 已经很普及了 还是仍然是一种 新的方法 是一个新的方法 是在试验当中 也不是很普及 但是呢 在不少医院的话 如果说出现 有些难以 在我们在做那个 在诊断的时候 发现病人有肺癌了 但是呢 不敢肯定在哪里 或者说 他到底 一万没有 那么用这种 内窥镜的办法 用内窥超声波 穿进去的办法 可以帮助看 这是一个辅助性的办法 但是没有普遍 也很难做到 就是说 每个病人 每个人 就是筛选 用这样的办法去筛选 好 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 我们回过头来 接着谈 我想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免费直播的号码 也希望我们的观众和听众 在节目当中 拨打我们的免费直播电话 那么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的保健原地节目 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 是肺癌的诊断与治疗 演播现场 我们邀请的专家是 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医师 范朝红博士 我们在节目当中 向中国的观众和听众 开放免费直播电话 欢迎拨打美国之音的 免费直播电话 向专家提出问题 那么拨打电话的方法 是这样的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 请您先拨10810 或者拨108710 再拨8668375161 再次提醒大家 除了通过短播和卫星电视 接收美国之音的节目以外 您也可以登陆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来收听 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且浏览其他最新的报道 和影像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 www.bohinease.com 范园师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 还是谈这个诊断 好像肺癌诊断 没有什么很有效的 这样的方法 在美国没有 是 在哪里都没有 现在还没有 我们再来说一下治疗 假如啊 就是已经诊断了 但往往都是肺癌 在确诊以后的时候 都已经不是早期了 通常怎么治疗 这治疗是一个比较 肺癌是一个比较难治的 除了它不敏感以外 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治疗的方案呢 也很复杂 就是说呢 首先的时候呢 就是说首先那时候 你要明确这个诊断 到底是哪一种 肺癌的话 一般来说 就是说有几种 几种办法啦 几种出现 开始出现的一些症状啦 因为它 局部的 癌症 局部的肿瘤领域的 肺癌啦 会到到肩啦 到肌肉方面的肌污率啦 这些症状 那么你就去 当X光证断 或者胸片证断以后 看到有结解 那你要活检 活检的时候 这个病例检查 非常的重要 病例检查分清楚 到底是小细胞癌 或者非小细胞癌 非小细胞癌当中呢 也分它的 病状癌 还是腺癌 非小细胞癌 小细胞癌 它的治疗方法 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就是 大部分的是 非小细胞癌 非小细胞癌的话 那么 根据个人的情况 也不一样的 个人抽烟多少啦 个人的体质怎么样啦 能不能够经受的手术啦 手术的这个范围 有多大啦 预护怎么办啦 这些都要结合起来 但是总的来说 治疗有这么几个办法 就是你 手术 这是一个办法 还有呢 放疗 一个办法 放疗和手术 主要是 在局部治疗 那么如果说 它弥漫到外面去了 甚至有些时候 就是虽然是早期 但是你 手术 你切除不了 有些细胞的 你只看不到细胞的 有些细胞已经弥漫了 那么你用 全身性的治疗 那就是化疗 除了化疗以外 现在我们 就是有大的进展 就是生物制品的治疗 那么生物制品的治疗的话 那么它的毒性 要相对要少一些 所以结合起来 看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疗 好 回头来 我们再来仔细地讨论一些 其他相关的话题 我们现在一位是陕西的袁先生 袁先生你好 你好 听讲 我想 袁先生这个线路 好像有一些问题 断断续续的 听不清楚 袁先生 能不能放下电话 再重新打一次 好像您这线路有些问题 断断续续的 我们听不太清楚 我们接着刚才的这个话题 肺癌 刚才您谈到了 您一直在强谈 就是说这个肺癌 是吸烟造成的 除了吸烟这个原因 我们回过头来专门讨论 除了吸烟以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肺癌的致病原因 实际上是就是说 我们知道的最明确的 很多其他癌症不明确 但肺癌不明确 除了吸烟是最大的原因以外 80%到90%的 肺癌是因为吸烟以外 其他的原因还有 比如说 食业环境的 一些有害因素的影响 那么与烟有关系的 就是煤矿 煤胶油 化鲜品 这些有关系的 一些职业有关 对 职业有关系 失眠了 失眠 操船厂 操船厂 煤矿工人的粉尘 对 所以换一种叫吸肺病 对 就吸肺病 失眠 还有就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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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